淡水河口首次出现了中国级偷渡客开着小型快艇 长驯直入到渡船码头 不仅是轻松地越过了我国12海里的领海基线 海巡雷达更是到了6公里 这个6海里处才锁定 无奈当时这个雷达上只有光点并没有影像 导致雷操守误派 海巡又没有及时的派艇拦截 才会让对方最后成功地直冲淡水码头 海防破口可以说是震惊的社会 海巡署也对分署长以及当时的雷操守等识人 分别祭出了申戒到小过不等的处分 一路把它当作是返港的渔船来监控 我也下令要予以处分 说重话祭出处分 淡水河口首次出现中国级偷渡客 开着小型快艇直冲渡船码头 海上防卫出现大破口 海巡署坦诚疏疏疏疏 巴黎所望哨辨识出 这艘船不是我国级渔船 目视没有立即派艇来拦截 定调人为误判 以及为及时派艇拦截 两大漏洞就是酿货主因 摊开事发当天雷达轨迹图 这艘中国快艇 从12海里领海机线轻松通过 直到6海里 才被海巡雷达侦测到光点 但由于当时没有影像 雷操守误判为返港国际渔船 直到上午9点52分 快艇直收到3海里出时 才再次通报守望烧监控 却又被以海上有30艘渔船 无法辨识打回票 10点20分 快艇出现在0.5海里处 火方才成功辨识出 并在国际渔船 待为11万 5分钟后 快艇就撞上交通船 10点54分 遭壮业者紧急通报 中间30分钟 海需几乎毫无作为 坦言接获通报 照规定20分钟内就得出勤 无奈这回碰上误判 拖延时间 火速基础处分 分署长申请一次 误判的雷操守 和第一第二班叫班人员 小过一次 带雷达设备 直到6海里才顺利侦测到 到底有没有问题 我们一般雷达呢 它是在三海里之内 可以侦测到交法 这个9公尺长的小体 在六海里 可见就是说 雷达的侦测系统 没有失灵 挂保证 阵防系统绝对没有问题 只是这回船型真的太小 不面对中方灰色地带 轻扰手段加剧 海巡疏师大漏洞 酿成不速之客轻扰 各单位 势必得好好绷紧神经 否则海上门户洞开 叫民众怎能安心 借参长黄伟财 韩世贤 台北报道